今天我們有點精彩 接下來我們介紹還是第二個喔 這也是苦大媽媽最愛用的 就是所謂的防紋液 但是我們使用的是天然精度的防紋液喔 其實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這棵天然精度的防紋液喔 既然金油是富兒式金油 那我們後來很多的配方改變的結果 都發現香茅金油會讓小朋友聞起來 很不舒服 後來我們又在裡面加了一味 柑橘味 那會有人問說 這個柑橘或這些調配的比例是多少 他想要自己試做的話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金油的比例是 香茅金油是五等份 十等份裡面它在五等份 然後檸檬草是兩等份 然後迷迭香一等份 薰衣草一等份 還有我們柑橘是五等份 這樣加起來正好是十等份 湊成這一罐富兒式金油之後 它的保溫效果不錯 而且味道聞起來很好 那另外一件是 其實油跟水是沒有辦法互融 剛剛我們看到界面火箭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邊需要用到另外一個界面火箭機 叫做T20 這T20是有點黃色狀態的 它大致上來講 你常在用卸妝油裡面 都會有很多這種顏色 那有T20、T60、T80都有 那這只是它的綿密程度的用途不太一樣 那我們選可以跟持本款 叫T20 那一樣要有什麼抗體 那今天的東西混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讓它變成油水混混的時候 噴在我們的瓶子上的時候 就會有屬於防防效果 那我們要請明君幫我們來示範囉 那跟剛剛一樣 我們必須要先把水 裝在我們的容器裡面 大概裝七到八分滿 那為了要讓它方便其限 其實我們就直接在瓶子裡面 進行我們的動作 裝完水是基底之後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裝一下 20滴的金牛 因為這次我們是30毫升 所以我們可以添加大約 接近20滴的金牛 5、6、7、18、19、20 OK 油跟水是沒辦法護融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加的是T20 也是一種乳化劑 在這裡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有一次我去帶活動 大家加錯 加成乳化劑 結果他們再噴出來說 老師 怎麼噴成黏黏勾勾的 我開始就在那邊笑 說你做成防紋乳液了 這是因為添加錯這個T20 然後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金牛 是維生物最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要加PD 抗菌劑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 然後在每次使用前 大概搖勻一下 我們其實平常在做防溫液的時候 或者是在用防溫液的時候 使用前都有搖的習慣 就要讓它裡面再絕密 畢竟你在今天活性肌跟水上面 有時候它也是稍微有點分明 所以我們可以搖搖看 搖到你覺得 可以噴了嗎 我們可以看到整層都是一樣的東西 我們可以試噴看看 噴的時候千萬不要噴自己的眼睛跟臉 可以先噴手腕 大家都有看到喔 聞起來怎麼樣 有香茅的味道喔 因為我們香茅比較多 但是比較不會那麼嗆別的原因 是我們添加了像其他 比較溫和一點的香精油 我們用的是天然精油 那個香味是比較溫和的 我們都看的 也道 Caribbean 9隻幫助 6隻瘋 12隻被其停